动物的轮廓 就是我们先把它的剪影画出来 那我现在呢 要画 我刚才画 我来画一个刺猬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黑色记号笔 那我们就可以来画 那我现在就是要画 我可以画 我来画一只刺猬 那我们尽量给它画大一点点好不好 画在中间 然后要画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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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靴子 我要画个刺猬 那我们画完刺猬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要你们来分割 那我们要分割之后我们要来装饰 那我要你们分割的时候啊 要分割越多越好不好 所以我看我怎么分割 我这样分割 切一块 我再切一块 5块2块3块4块5块6块7块3块9块 我这样切一条一条之后呢 我又可以再切 再切再横的切 再横的切 那你看我这就好多块 那我们说至少至少画个10块以上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学做不同的装饰 那我可以怎么做装饰呢 我现在假如说拿彩色笔来做装饰 那我就可以做很多装饰 我们就一块一块的来做装饰 例如这一块我要怎么做装饰呢 我来做电话线的装饰 那我说电话线要从头 这一块的头跟尾这一块 整个要装饰起来 然后把它非常整齐的做装饰 非常整齐的做装饰 那我就装饰好了一块 那我可以再换另外一个颜色 我来装饰另外一块 那我可以怎么装饰呢 我可以画画圈 画一条直线 然后再来画 我们就是像做拼布一样好不好 然后来把它做装饰 然后我们慢慢画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要练习 就是我们的装饰的能力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画整齐来 然后一块一块每一块都不一样 那装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就是要从 假如说这是这一块 一定要记得从头到尾装饰起来 是 感谢观看